HELLO 歡迎收看今天的開箱不卡卡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的是跟Panini申訴的經驗 OK那之前在團拆第19團的時候 拆Select Hobby發現少了一張Hit 後來我就到Panini的官網上面做申訴 然後也照他的步驟去激發他應該要有的東西寄還給他 那很幸運的是在Panini收到沒多久之後 他就回我了 並且說他們已經準備要寄東西來 就是我們現在桌上的這個小小的非常小的一個小包裹 OK那我們就等一下最後再來看 那在看之前呢想先跟大家小小的分享一下 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你應該要怎麼做呢 首先呢你就要先來到Panini的官網 他官網的上面的這一排頁面裡面呢 你選擇最右邊的Support 點進去之後呢 他就會問你需要什麼的幫忙 然後你點Create Ticket 接下來他又會叫你選擇其中一個項目 那我們因為是少一張Hit 所以就是最右邊的Quality Assurance 選擇之後呢你就可以選擇他會先請你選你是什麼樣的運動 那就Basketball 選擇年份2021年 接下來是選擇你是什麼樣的品牌 那就是Panini 最後的部分呢他會叫你選你是哪一個卡盒 那我那時候當然就是選Select OK那進入到這裡面之後呢他上面首先還會再有一個選項 問你是什麼樣的包裝 那因為我們是一整個卡盒 所以就是選擇Box 之後呢他就會叫你填出你的QC Number 那就是在卡盒上面那一張小小的銀色的貼紙上面的英文字幕 那你就照實的填上去 最後呢他還請你寫一個簡短的說明 那因為卡卡本身的英文實在是不是太好 所以呢我那時候寫的非常的簡單 就是說我少了一張Hit 然後總共的卡片數量也不對 因為應該要有60張卡 但我只收到59張 OK那你就大概這樣很簡單的寫了兩句話之後 你就可以先按Continue 然後整個過程完成之後呢 他就會寄給你一個Email 那我給你確認你在網路上有這個請求 OK那接下來呢 因為我們已經填好這些書面的東西 那就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是怎麼樣把東西寄到美國的 那首先呢那時候準備的東西 就是卡盒裡面所有的卡包嘛 就是空的卡包 那再加上卡盒本身 那另外呢我是有自己在把一個東西印出來 就是我有拍他們每一個卡包裡面 獲得是什麼卡片拍出來 然後附在裡面 然後有一個很重要的點是 就是你申請完之後呢 他會附給你一張紙 那他會告訴你那張紙也要一起印下來 寄回去給他們 OK那這大概就是所需要的所有的資料 OK有了這些東西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包裝起來 然後寄到美國嘛 那其實現在寄國際包裹也沒有很困難 但最重要一點就是你要先去填寫 Easy Post 那只要你把所有資料都寫好之後呢 然後把你的東西包裝好一起帶去郵局寄就可以了 那一樣給大家參考一下 這次我是利用郵局的便利帶來裝我所有的東西 然後寄回去美國 總共花費的金額大概是200多元的台幣 就是一個還可以負荷的範圍 OK那就簡單的跟大家介紹到這裡 接下來呢就進入到我們重頭戲啦 到底我們收到Panini回復來的補償會是什麼呢 其實卡卡也是第一次收到這種包裹 所以真的完全have no idea So希望他可以給我們一點好東西囉 首先呢再次跟大家確認這個是第19團Select遺師的那一張kit 那等一下這張卡片的歸屬方式呢 就是會以當時抽到他的球隊的那個人為主 好的那我們就直接來開啟囉 OK打開之後就是一個氣泡紙袋 然後裡面都已經是空空無野了 好的感覺應該是 就是一張卡片喔 原本是有點期待會不會是有個幾張 或者是有個卡包喔 當然卡盒應該是比較不可能啦 好的那我們就來打開囉 再看看Panini 寄來的少一張hit的補償式 喔唷 紫色的 是有限量的嗎 這個頭 喔 喔 喔 有沒有以為可能只是一張球衣卡 但有加簽名的 限量99張的 Colin Sustin OK雖然 比起來比較不是那種 大頭人物 但我覺得這個補償算是還蠻有誠意的喔 因為不是隨便 寄給你一張球衣卡就了事了 Game won Game used 就是不是衛生紙啦 是真的 有使用過的球衣 那就恭喜當時抽到 騎士隊的朋友 好的那今天呢就是一個簡單的開箱以及跟大家簡單的 介紹如何在官網上面申訴的這件事情 那當然最根本的還是希望大家都不要有這種事情發生啦 畢竟 還要去申訴 還要寄回 卡核 這些也就是需要成本跟需要時間 而且 重點是Panini 會不會回復你 都是個未知數 例如最一開始我們的RECON卡核 他就是一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做回復 所以呢希望大家 還是可以不要遇到這種狀況 但如果你遇到這種狀況的話 也不要慌 如果你是在台灣購買 那就直接跟 卡店的老闆說 請他 請玉盛官方 來去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你是在國外買的 或者是從其他管道 你不知道要如何申訴的話 也許你可以試著自己 從Panini的官網來做申訴 好的那麼就希望今天的這一集 對大家有所幫助囉 開箱不卡卡 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